入夜後在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見到這些五光十色的招牌 有些無論幾夜都會穿著 那不僅浪費電力還會造成光污染 香港大學最近做了一個研究 結果發現郊區和市區的天空光度相差有500倍 令四周光了的圓空就是這些招牌燈 光害即是指不當使用人造光 對人類或者環境造成影響 在香港單單用來照明 耗電量大約佔全港兩成 而在旺角至尖沙咀一帶大約有140個廣告招牌 所用的射燈有1330盞 一盞射燈的耗電量大約是400瓦特 如果每個招牌都用10盞燈 每晚著著5個小時的話 一個月單系電費就要2600萬 排放的二氧化碳高達2萬公噸 一直有留意香港光害問題的地球之友 亦發現香港光害愈來愈嚴重 而且又蔓延的趨勢 光污染不只是已經限制於傳統的商業區 比如說旺角、銅鑼灣這區 而是有向新市鎮蔓蔓延的趨勢 比如說我們見過一個例子 在將軍澳新都城的商場 是12幅巨型廣告招牌為主 就殘到對面幾百戶居民 他們在今年3月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一成一的港人覺得 受到戶外大型照明系統 例如廣告招牌的燈光滋擾 那四周光了 對人或環境又有什麼影響呢 對自然環境可以浪費能源 排放溫室氣體 製造空氣污染 而且亦都會傷害到星空 即是防天文觀察 至於對人的影響 除了會令人失眠 精神緊張、免疫力下降之外 更加有醫學研究顯示 晚上如果被一些過強的燈光照射 長遠是可能會增加致癌風險 原來早在10年前 外國已經注意到國外問題 制定出相關法例去監管 例如全世界第一個 整個國家通行光源 就是捷克、意大利、日本、台灣 美國很多州份都在做 那他們是怎樣管 其實管監管是很全面的 即是會從光度 例如規定那盞燈 不能超過多少Lux的光度 開燈時間 例如會否半夜規定 燈要關閉 燈具類型 例如台灣有試過管 住宅外場 不能有閃動式招牌 雖然市民對光害的意識提高了 但仍然有很多人對光害不了解 為了令市民了解光害的問題 地球之憂就在6月21日發起熄燈行動 其實就是想藉著這個 全城熄燈的機會 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原來平時浪費了很多能源 浪費了很多不必要的燈光 當然啦 熄一次燈 其實不節省很多電 但這個是一個象徵的舉動 希望給大家一個反思的空間 反思一下其實 我們經濟繁榮 經濟繁榮 經濟生活富裕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來自用這麼多燈呢 根據他們的估計 如果全港有效地利用照明系統 可以折省三成的電力 而要真正達到這個目的 市民必須要挺身而出 如果它是受到光污染影響 一定要挺身投訴 和環保處 或者是和我們地球之友投訴 因為只有你發聲 才能夠改變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就是不斷推動政府 去立法監管光污染 他們又說其實要減少光害很簡單 只要將沒有需要用的燈關了 就可以為地球出一番力